沉沦毒海引发杀生之祸 更有可能获其至亲 槟城八渡毛32岁青年专俊华 向家人讨钱买毒品布果之后 竟然发狠向生母 生母的伴侣 胞弟和年仅2岁的职儿 连开11枪 将至亲杀害之后开车逃离现场 警方早上一度公布嫌犯落网的消息 但是在结果在下午更正 只是在大三角巡货嫌犯驾驶逃亡的 丰田Hilas货车 嫌犯目前携带着枪械亡命天涯 警方随后布下了天罗地网 全力通缉逃犯 是要将这名犯下滔天大罪的 引君子绳之以法 这场人伦悲剧发生在今天凌晨2点45分 长期吸食毒品的32岁青年庄俊华 到生母伴旅途敬意 经营的工厂向家人讨钱 家人一口拒绝 庄俊华怒火中烧 加上毒瘾发作 精神恍惚 与家人爆发激烈口诀后 一言不合 桃枪射杀全家 由于事发档时 正值工厂运作时间 大型引擎发出的轰轰巨响 掩盖了枪声 现场员工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异样 直到半小时后 才有员工发现 嫌犯的55岁生母陈素新 27岁的包地 装滑洞 两岁职儿 装停身 和50岁的生母伴侣 图敬意 早已经弃绝身亡 警方发现11枚9毫米半自动短枪的弹壳 初步鉴定 嫌犯当时朝家人连开11枪 警方随后在大山脚发现嫌犯 用以逃亡的丰田货车 但不见凶徒踪影 警方相信 凶徒目前手持干难的枪械 是极度危险人物 促起民众提高警惕